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再次来到看英文学生物,看生物学英文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在细胞当中,在生命世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化合物 那它呢,是我们生命的蓝本,是我们的遗传物质,它是核酸 那核酸的量虽然少,但是呢,其实它却主宰着整个生命的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核酸的英文是nucleic acid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核酸,我们中文的核不就是细胞核的核吗 那细胞核nuclear,然后呢,这个形容词nuclear 那但是呢,很怪哦,在这一边的话呢,我们之前如果是之前讲细胞核的 例如说核膜,有人讲nuclear envelope,有人讲nuclear membrane 那但是呢,它的那个字是nuclear,对不对哦 那但是这边的话呢,我们在讲核酸的时候,确实会常常拼成nucleic acid 所以会这样子,那当然这个acid是酸,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这个蛋白质的基本原件氨基酸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amino acid,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nucleic acid 那这个核酸呢,其实有分成两大类 那在生命起源之初的话呢,一般科学家认为哦,最早先出来的呢,是核糖核酸 那核糖核酸呢,也就是我们讲的RNA 那它叫做ribonucleic acid,哦,好难念哦 ribonucleic acid,好难念 那前面这个ribon的话呢,其实就是表示什么 ribon就是表示核糖的意思哦,它是个核糖的字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核糖的模样 那核糖的话呢,之前在糖类的时候说过 它是这个pentos,就是属于五碳糖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分子结构最上面这个是氧原子 然后呢,接下来第一个碳,第二个碳,第三个碳,第四个碳,这边第五个碳 所以它总共有五个碳,那它是属于五碳糖 那五碳糖的话呢,前面当然就是五,再加上糖的字根 就是pentos,那五碳糖一般来说我们分成两种 那有一种的话呢,它就叫做ribose,就叫做ribose 也就是核糖的意思 那我们就把核糖的这个字首ribose,拿来放在核酸的前面 所以它就会叫做ribonucleic acid,好难念哦 所以呢,通常很少人念全名,它就简称为rna,我们就叫做核糖核酸 就叫核糖核酸,那核糖核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跟,因为五碳糖我们最常讲的是核糖跟去氧核糖 那它跟去氧核糖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第二个碳上 别忘了,这个顶点这个o,这个是氧原子的意思 第一个碳,第二个碳,第二个碳上,它有接一个腔肌 所以它有一个氧,好,没关系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说,而且其实这一节啊,只是要讲 嗯,应该是顺着讲过来细胞,细胞里面重要的一些大分子啦 还没有要讲到遗传的部分,只是呢,有我们就谈一下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核酸有两种,就是大家熟悉的rna跟dna 但是在生命初始,在一开始的时候,一般认为是单股的结构 比较简单的rna是先出现,那rna呢,又可以分成三种 rna又可以分成三种,那一般来说rna都是单股 但是有部分rna,它的部分结构又会是双股 不过呢,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名字 因为复杂的部分呢,我到后面,如果我们还继续 有机会一直往下讲的话,那我们到遗传那边再谈 我们就可以看到rna,它可以分成三种 那有一种的话呢,它会跟蛋白质共同构成核糖体 那核糖体就是细胞内制造蛋白质的工作台 所以很有趣哦,它本身是蛋白质,它的功能是制造蛋白质 很有趣,好,没关系,我们就可以看来这边 它呢,就是有没有看到刚刚的这个ribose核糖 然后再加上一个表示什么基本结构的字为 ribosome核糖体,然后呢,一拿掉加al变形容词 所以它就是ribosomal RNA,那简称为rna, rna 它就是跟蛋白质共同构成核糖体 好,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又可以看到 另外一种的话叫做transfer RNA 它就是负责把氨基酸带过来,把氨基酸transfer过来 所以它会叫移运RNA,搬运RNA,它简称为trna 当然我们说它的一些细节在讲遗传的时候 有机会再跟大家谈哦 那基因在表现的时候呢,会先以DNA为模板 做出RNA,然后再看RNA上面的密码 然后呢,再翻译成一个一个的氨基酸再聚合成蛋白质 那实际的依据上面的密码记载 把氨基酸一个一个拿过来的就是它 所以呢,它就是负责把氨基酸transfer过来 它叫做trna 那另外呢,真正记载的DNA上面的讯息 因为DNA是遗传物质哦,很重要,锁在细胞核里面 以我们真额细胞来说,那它不给出来 所以呢,当它要表现,当它要基因表现做出蛋白质 来影响细胞生理的时候,它会先超入一份 超入出来的这一份,它就攜带着来自这个氨基酸的讯息 来自于这个DNA的讯息 所以它就叫做mRNA 它叫做mRNA 提外,来了来了来了 好,就叫做mRNA 所以呢,其实它就是messenger RNA messenger RNA 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rRNA mRNA跟蛋白质共同构成核糖体 有mRNA,messenger RNA,传讯RNA,信使RNA 它攜带着来自于DNA的遗传讯息 然后呢,有transfer RNA会负责把这个氨基酸带过来 因此呢,当细胞的基因要表现的时候 会把要表现的基因DNA的双骨打开 把其中一骨呢,超入出来 超入出来的这一骨就叫做mRNA mRNA呢,它就是一个使者 它就带着这段DNA的讯息 然后呢,从细胞核里面 跑到细胞质来 那细胞质里面的话 就有RNA跟蛋白质共同的构造 叫做核糖体 核糖体就会上来读上面的密码 读到这个密码代表什么相对应的氨基酸 TRNA会把氨基酸带过来 一个一个氨基酸聚合 就会变成蛋白质 这个有一点点复杂 不过没关系 RNA大概分成这三种 那但是呢,回到一开始 我们跟大家讲到遗传物质是核酸 一开始生命世界出来的 是构造比较单纯的是RNA 那后来的话呢 慢慢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这种核酸 那它的结构是双骨 它有一些复制除错的一些机制在 所以它又比较稳定 所以它就慢慢的变成 现在几乎是所有生命的遗传物质 现在看来大概就是部分的病毒是RNA病毒 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很严重 这个COVID-19 那它的病原体是SARS-CoV-2 新型冠状病毒 那冠状病毒是属于RNA病毒 那当然啦,话说现在的话大家在讲疫苗了 那很多疫苗的话是属于mRNA疫苗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mRNA 好,那扯远然后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回到一开始我们跟大家说遗传物质 遗传物质的话就是Nucleic Acid 好难念 Nucleic Acid就是核酸 核酸可以分成两种RNA还有DNA RNA叫做核糖核酸 那DNA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名字 DNA的话呢它叫做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Nucleic Acid核酸 对不对 然后前面加上Rybo核糖 所以呢前面这一节叫做核糖核酸 那但是呢这一种很特别 它前面又加上另外一个字根 我应该要多换几个颜色 它叫做Dioxy 有没有发现前面多了个Dioxy D,D1,D,Dish,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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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否定的字根 所以Dish是否定的字根 Oxy,Oxy for oxygen 氧的意思 氧原子氧的意思 所以Dioxy就是去氧核糖核酸 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的简称 刚刚Rybo Nucleic Acid 它叫做R,N,A 那这个加上Dioxy 它应该要叫做D,R,N,A 对不对 可是没有外国人那个时候 给它的命名是D,N,A 那当然这个应该如雷贯耳啦 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我们的遗传物质 好,那我们讲到它其实都是核酸 那刚刚是核糖核酸 这个是去氧核糖核酸 它的名字来源是什么 它的名字来源就是在于它的这个核糖 你看它也一样是Pentos 它也一样是五碳糖 它也一样有五个碳 对不对 在我们说五角形的顶点这个O是氧原子 那我们讲单糖依据碳原子的数目来区分 那碳原子有几个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所以就是五碳糖 那核糖跟去氧核糖的差别在哪里 在第二个碳 有没有看见 刚刚那个核糖的话 第二个碳上我们说下面接着是OH 对不对 那这边呢它没有OH 少掉一个氧 所以叫做去氧核糖 但是大家不要被骗咯 它在其他的地方还是有氧原子 所以你不要以为核糖跟去氧核糖 去氧核糖就完全没有氧 喔不是 只是第二个碳上少了一个氧 核糖是直接接 核糖是接腔肌 去氧核糖是直接接氢 直接接H 所以它叫做theoxy去氧 ribal和nucleic acid核糖 所以它叫做去氧核糖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讲的这个DNA 好那这个DNA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名字就是去氧核糖 对不对 theoxyribose theoxyribose 核糖 所以这一个就是去氧核糖 好那但是呢 你讲它是去氧核糖 可是 它DNA跟RNA 都是核酸 核酸是聚合物啊 对不对 如同我们前面讲的糖类是聚合物 基本元件叫单糖 蛋白质是聚合物 基本元件叫氧基酸 那核酸是聚合物 核酸的基本元件是什么呢 构成核酸的基本元件叫做核甘酸 叫做nucleotide 叫做核甘酸 核甘酸 那我们讲单糖依据碳原子的数目来区分 所以我们讲五碳糖六碳糖是比较常见的 那蛋白质呢 由氨基酸所聚合而成 氨基酸有氨基跟缩基 对不对 但是呢 它的种类是由碳上面的R 也就是side chain 由那个R 由那个测链来决定 那呢 我们再回到这一边 核酸是一种聚合物 构成这种聚合物的基本元件 叫做核甘酸 nucleotide 好 那我们刚刚不是讲 你核酸不是说 用核糖的种类来做区分吗 分成核糖核酸跟去氧核糖核酸 对 没错 那我们可以看到 核酸是聚合物 构成这个聚合物的基本元件叫核甘酸 核甘酸长得有一点点麻烦 或者你说 核甘酸本身又可以再分成三个部分 就像我们刚刚讲 蛋白质的基本元件叫氨基酸 氨基酸又可以分成 这个氨基 缩基 还有测链 对不对 那核酸是基本 核酸是聚合物 构成这个聚合物的基本元件 叫做核甘酸 所以Nucleic Acid 是核酸 是聚合物 它的基本元件是Nucleotide 是基本元件 基本元件也是包含三个部分 也就是氨酸 五炭糖 还有氨氮碱基 那氨酸都一样 它有一个两个或三个之别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看到这个五炭糖 磷酸在这边 phosphate group phosphate group 磷酸基 磷酸根 会有时候我们偷懒 这项磷酸 那另外的话呢 你这个核甘酸到底是核糖核甘酸 还是去氧核糖核甘酸 聚合出来的聚合物到底是核糖核酸 还是去氧核糖核酸 我们的名称命名来源是依据五炭糖来做区分的 所以其实呢 核甘酸本身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是磷酸基 五炭糖 所以你看我用的是五炭糖这个词 Pentos 对不对 来再数一次 第一个炭 第二个炭 第三个炭 就是这个五角形的顶点是氧原子 其他每一个角的位置都是一个炭 所以第一个炭 第二个炭 第三个炭 第四个炭 然后呢 第五个炭 第五个炭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炭上面的话 它都没有写 因为一般我们画结构是 没有写就是氢的意思 氢常常没有写 所以它加的两个都是氢 所以它是去氧核糖 Dioxyribose 那如果这边有写出枪基的话 那它有氧 它就是ribose 它就是核糖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 整个核甘酸有三个部分构成 磷酸 五炭糖 但是真正重要的最精彩的 我们讲这个基因 就是一段特定的DNA序列 指的就是氢氮碱基的序列 所以呢 这一团就叫做氢氮碱基 叫做氢氮碱基 它叫做Nitrogenous base 好难念哦 Nitrogenous base 真是很难念 好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它的名字长一点 可以叫做Nitrogen containing base 所以我们翻成中文 就叫做氢氮碱基 对不对哦 那可以合成一个简单的字 就叫做Nitrogenous base 所以呢 核酸是聚合物 构成这个聚合物的基本元件 叫做Nucleotide 叫做核甘酸 核甘酸又包含三个部分 Phosphate group Pentose And nitrogenous base 磷酸 五碳糖 含氮碱基 因为五碳糖的不同 就可以分成核糖 核甘酸 可以聚合成核糖核酸 也就是RNA 如果是去氧核糖 它就是去氧核糖核甘酸 就可以聚合成DNA 那我们刚刚讲了 精彩的是这个 是这个 含氮碱基 那含氮碱基呢 我们在研究之后发现 含氮碱基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分别是双环的跟单环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含氮碱基可以分成这个 Purine 也就是我们翻成 飘零 那一般大家生活当中 饮食当中 有人说会痛风 对不对 然后这个高尿酸 然后不能少 不能多吃 要少吃含氮碱的食物 其实也就是飘零 就是这个Purine 那飘零的话呢 又可以分成两种 一个就是这个Adenin 现飘零 另外一个是Guanin 就是这个鸟粪飘零 鸟粪飘零 那你可以看到很好玩 后面好像有9 有没有9 对不对 可是不是啦 不是9啦 就讲好玩 它就是Adenin 现飘零 然后Guanin 就是鸟粪飘零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 还有密定 那Kerry家呢 研究之后发现 一开始分析是 飘零的数量 约等于密定的数量 所以就发现了 含氮碱基当中 含氮碱基会以轻件相配对 DNA的一股 另外一股会配对 那当然 我们现在只是讲 西方内的重要分子 那只是有 我们就尽量谈 大家听起来 如果觉得很乱的话 那是因为我讲的很乱 并不是因为 这个东西很难懂 这东西其实还蛮好懂 那只是因为名词太多 会千头万句 再加上我们又用了 大家可能 没那么熟悉的语言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 这个迷惘 没关系 多听几次 多看几次就会了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含氮碱基可以分成两大类 两大类 一类的话叫做 Purine 就是飘零 分别有 线飘零 秒分飘零 那另外一类的话呢 叫做 Paramidin Paramidin 好难念哦 叫做 密定 叫做密定 那这个Paramidin的话呢 叫做密定 密定的话呢 又可以分成 这个包密定 Cytocin 然后另外的话呢 其实它还会有 这个Cymin 胸腺密定 那以上的话呢 DNA 就是有这四种 寒氮碱基 也就是它的五碳糖 如果是去氧核糖的话 它就有可能是 有线飘零 秒分飘零 胸腺密定 包密定 那但是呢 很好玩的是哦 其实我们刚刚是说 Koreca一开始发现 生命世界早期 先出现的核酸 是RNA 那RNA当中呢 其实它一开始是没有 Cymin 一开始是没有 这个胸腺密定 而它是什么 它是尿密定 尿密定 尿密定 Erasio 那这个Erasio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尿密定 因此呢 RNA才会有 那但是RNA呢 就没有胸腺密定 所以这两个 很好玩 这两个的话呢 它们就 你可以讲说 两个是互斥的 对DNA来说 它的核甘酸 里面的五碳糖 是去氧核糖 它的寒氮碱基 有四种 AGCT 那对于RNA来说 它的这个 核甘酸里面的五碳糖 是核糖 那它的名字叫做 核糖核酸 构成它的核甘酸 叫做核糖核甘酸 当它的核甘酸里面的 五碳糖是核糖的时候 它的含氮碱基不会有T 只会有U 很怪喔 反正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感觉像是演化上面 慢慢地演进 后来的话呢 从单骨的RNA演化 演进成分子演进 分子演化 演化成双骨的DNA的时候 那跟它双骨的稳定 跟它的自我修复 它跟很多 跟这个能量化学结构的稳定性 跟很多的原因有关系 总之到最后 RNA 保有了原始的U 取而代之的DNA 它不再用U 它用的是T 用的是T 好 那以上的话呢 其实我们这样子讲起来 其实这个我知道很乱 因为名字 名词非常的多 不过也就带大家看一看 念一念 大概知道这些东西的英文是什么 大概知道它大概怎么念 然后心里有个D 下次学到遗传的时候 再继续的去钻研 我们现在的重点 还是在细胞内的这些大分子 介绍一下它们 谈一下英文 看看怎么念 大概是这样子 下次再见 这样子 放入冰箱